水泼梁山,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地方,每一个到此的人都在这里经历毁灭与重生,可在梁山108个好汉当中,也有着阴险狡诈之人,这个人一身神功却装柔弱,遇到强敌就想投降,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活到了最后,那么他是谁呢? 朝盖与吴庸从小相识,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朝盖玉是常与吴庸商议,一众吴庸的谋略,而吴庸也经常去朝盖家做客,时常饮宴聚会,朝盖园是本地一小庄主,生活优渥富裕,却不娶妻妾,只沉迷习武,结交一起汉子,他武艺高强,又仗义书才,在江湖上声名却旗,吸引不少好汉前来投靠,吴庸是个读书人,考过秀才,却没得个功能。 只能在乡下给人家孩子教书谋生,他对这种生活早已厌倦,一直在寻找向上爬的机会。 某日,刘唐忽然到朝盖府上,说知府梁中书要送十万冠生辰刚于岳父,希望能截取以供敛财,朝盖本无此心,但刘唐言此极昂,终让朝盖心动,次日无用如常造访,朝盖向此事说予无用。 无用历史表示极力赞成,并绘声绘色,描绘巨额财宝之可取。 朝盖犹豫不决,无用却主张截取,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肥肉,理应捡起。 朝盖还说了个梦,梦见北斗七星掉在了房梁上,暗示着这是凶险,他不大想参与。 无用顺势而为,说梦里还有小星化为白光,正需要我们三人,再拉几个勇士就是七八个了。 截取旨可待,朝盖被无用连番怂恿,也就点头应允下来。 事后结案败露,众人四散逃窜,无用镇定自若,提议带银两上梁山投奔,收买山贼加入伙计。 朝盖大惊失色,对无用言听计从。 上了梁山,无用设法离见山主王文和林冲,造成两人反目。 林冲终将王文斩杀,朝盖在无用操纵下,顺利做上了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 当时无用心中,朝盖就是自己最坚实的靠山,是梁山第一人,没有之一。 直到宋江上山,无用逐渐对朝盖的战力产生怀疑。 朝盖性格直率,对无用意气深重,从不设防,无用聪明狡猾,早已看穿朝盖的性格, 却一直隐藏自己的算计,表面上对朝盖尊重有加。 截取生辰刚的谋划就是无用设下的局,朝盖犹如被牵着鼻子走一般, 上了梁山,无用更是暗中活动,先是王文与林冲翻脸, 再拉拢宋江,一步步削弱朝盖的地位。 那么,无用是怎么一点点投靠宋江的呢? 无用是梁山坡三十六位头领之一,他本是梁山坡主要人物朝盖的心腹, 但是随着宋江上山,无用渐渐看清了朝盖和宋江的区别, 最终选择了导向宋江一方。 起初,无用对宋江并无太多了解,只是听闻过他的大名。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宋江被捕压解到江州时, 无用很快看出宋江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 不肯随便开拓枷锁,遵循国法。 宋江也赞赏无用的通情达理, 这次邂逅让两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宋江上山后,无用看到他强大的号召力和控制力, 先是收服了李亏和其母, 后又化解了朝盖欲杀石秀杨雄的危机。 与此同时,朝盖的所作所为也逐渐让无用感到失望, 如在用人时左右手无人可吊荡, 无用明白要在江湖上建功立业, 不能再跟随朝盖这样短视的人。 于是,当朝盖与宋江矛盾激化时, 无用选择站在了宋江一边加入宋江, 不仅符合无用的利益, 也是顺应大势所趋。 毕竟,以宋江的能力, 梁山必将壮大, 作为一个懂全谋的人, 无用明白自己的选择。 在梁山这些年, 宋江也逐渐信任无用, 将他视为心腹, 无用终于可以进展所长, 在许多谋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有时未达目的, 不得不使用些阴狠手段, 但宋江总是基于支持与肯定。 两人成为最好的朋友, 无用作为智囊的地位也得到确立。 对于无用来说, 最初跟随朝盖也是出于利用关系, 无用看中了朝盖在江湖上的名声和地位, 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 可惜朝盖眼光短浅, 无用在他手下几乎无法施展包袱。 宋江上山后, 无用眼前一亮, 他看到梁山在宋江手中迅速壮大, 许多豪杰纷纷前来投奔, 宋江用人不疑, 能成就诸多好汉, 无用自知, 不能再跟错人。 其实, 无用并不忠诚于任何一个人, 他只忠诚于自己的报复, 无论是朝盖还是宋江, 无用都利用他们来实现自身价值。 在梁山这些年, 无用的剑术斐然, 他参与了许多重大计策, 出谋划策, 使梁山做大做强。 然而, 这也直接显露, 无用是整个梁山最阴险狡诈的虚伪之徒。 那么, 他都做了什么? 梁山坡群豪云集, 各有所长, 其中狡诈多谋者无用, 最是难以看穿, 此人温文尔雅, 举止谦和, 实则阴险不辣, 数次涉及陷害梁山好汉, 险些使梁山阵营覆灭, 无用心术不正, 又见宋江有能, 遂紧紧追随, 西图解宋江东山再起, 两人联手排除一击, 让宋江稳坐梁山第一把交椅, 无用也因功成名就, 坐上梁山第三职位, 表面上唯唯诺诺, 马首是瞻, 实则暗藏网剑, 叙事待发。 上山后, 无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屡次设计陷害, 祸乱梁山, 他命人伪装秦明, 在各地大开杀戒, 最终导致秦明的家人被怨杀, 而这只是为了让秦明和他们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他又指使李逵杀害苍州知府幼童, 一栽破释诸童入伙, 这些险恶计策均出自无用之手, 用意都是增强梁山实力, 完成宋江称霸天下的蓝图, 无用还涉及陷害卢俊逸, 导致卢家破人亡, 卢俊逸险丧丧生, 无用先是哄骗卢俊逸离家外出, 然后诬陷卢俊逸谋反, 指使卢家家人告发卢俊逸, 最后害得卢俊逸被囚禁, 家破人亡,无用还意图出卖祖国, 彻底投敌叛变, 辽国来世游水梁山投降, 承过赏赐无数珍宝, 他贪图财力, 当即动心, 建议宋江接受辽国条件, 所幸遭到宋江言辞拒绝, 否则梁山群豪, 必成汉奸, 引狼入室, 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 无用用这些残酷手段 打到墓地的行径, 完全暴露出他阴险毒辣的本性, 他是一个以阴谋诡计为胜的小人, 一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徒, 但是, 无用的种种谋算都留于表面, 缺乏深思远虑, 这些计谋短事狭隘, 往往带来无法收拾的严重后果, 比如大明府一役, 就断送了梁山好汉昭安的机会, 导致他们最后走上绝路, 可见无用的所谓谋略, 不过是暗度陈仓的权谋, 并非真正制谋, 所以, 尽管无用在表面上充当梁山的智囊军师, 但其阴险行径和卑鄙心态, 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一个狭隘极恶的卑鄙小人, 一个没弱无能, 害人害己的祸首, 他远不能撑得上什么智囊, 反而害了梁山好汉, 而这样的人, 还极其会伪装, 那么, 无用到底还伪装了什么? 这样的人, 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 无用在《水浒传》中给人的印象, 是一个满腹学识,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书生, 但是, 无用的真实武功, 却远非表面所见, 他只是将自己的实力隐藏得极深, 无用擅长使用铜链这一特殊兵器, 在刘唐和雷恒争斗时, 无用即以铜链将两人隔开, 可见, 他对铜链的运用已炉火纯青, 其后, 铜链也成为无用的随身装备, 虽然无用极少展示自己的武艺, 但从他对铜链的熟练运用来看, 实力应当不俗, 无用以铜链制止刘唐和雷恒的争斗, 这绝非寻常书生可及, 因为刘唐和雷恒都是武艺高强的良善好汉, 要在两人激烈交手时插手制止, 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才行, 无用能做到这一点, 可见, 他的武功非同小可, 无用在观察刘唐和雷恒过招时, 已经看出两人的胜负式, 这说明他对武学之道并非门外汉, 在梁山坡众人面前, 无用也曾谈论两人的武功, 可见他并非一般熟生, 对武学也有自己的见解, 无用能洞悉刘唐和雷恒的强弱之处, 看出两人的胜负趋势, 这绝非普通人可及, 因为哪怕是武艺高强的武林中人, 也未必能在交手之时立刻看出双方的优劣, 而无用能做到这一点, 说明他的眼力和武学造诣已真化尽, 最后, 无用敢于介入刘唐和雷恒的激战, 用铜链将两人隔开, 这本身就是对自己武艺的极大信心, 若无过人武功, 断难置身其中, 介入两大高手的生死之战, 这对无用的武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他必须在一瞬间判断局势, 迅速行动才能奏效, 若无极强的应变能力和过硬的本事, 指挥损兵折将, 无用的这一举动, 正显示出他深不可测的实力, 在梁山时期, 无用很少在展露武艺, 转为在幕后出谋划策, 但铜链仍是他的随身装备, 可见武艺仍是他的保命法宝, 无用从未在施展武艺, 但他曾经的英姿不见得就此销声匿迹, 铜链的存在也昭示着他有独到的决意, 然而, 在宋江被害后, 无用走投无路, 只能自尽告终, 他既没有利用自己的武艺报仇血恨, 也没有力量在保护他引以为傲的主攻, 无用或许深谙兵不厌诈的道理, 有意隐匿武艺, 但到最后也无力回天, 这位武艺高强的人, 终究还是躲在幕后, 没有近战所长, 纵观无用的一生, 他是最早上梁山的人, 也算得上市, 成功狗活到最后的人, 不过即便如此, 他最终也难逃一死, 以史为敬, 刻意知心体, 以人为敬, 刻意明得失,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 他既没有利用自己的武艺报仇血恨, 也没有力量在保护他引以为傲的主攻, 无用或许深谙兵不厌诈的道理, 有意隐匿武艺, 但到最后也无力回天, 这位武艺高强的人, 终究还是躲在幕后, 没有近战所长, 纵观无用的一生, 他是最早上梁山的人, 也算得上市成功狗活到最后的人, 不过即便如此, 他最终也难逃一死, 以史为敬, 刻意知心体, 以人为敬, 刻意明得失,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